我們只要靠近蚊子也不需要太近喔 因為蚊子的身體非常的輕嘛 基本上只要有一點風吹吸力 就會被縫離帶著走 那這次二代吸霸的馬達又升級了 吸力算是一代的兩倍啊 所以只要大概在吸霸前方的範圍內 蚊子就會被吸進去成功率極高 哈囉大家好我是鐵霸 夏天到了我們居家環境或者是外出錄影活動 就比較容易受到蚊蟲的干擾 那目前面蚊子的方法白白種 點蚊香啦 電極電磁蚊子的 還有那種氣味非常難聞噴霧方式的 上述的幾種方法呢 電極的會有危險顧慮 擔心我們家中的孩童會悟觸去電到 氣味噴霧的又覺得不衛生 容易才能有化學藥劑在環境 而且死掉的蚊子還會到處掉 真的對於環境衛生非常不OK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款 無電極也沒有任何藥劑氣味 還不受限環境 我們外出旅遊、露營 都方便攜帶著捕蚊生器 就是它啦 已經出到第二代的 吸霸手持吸蟲棒 這次的捕蚊核心吸力增強了兩倍 透過它強力大範圍的吸蜂窩流 讓我們遇到任何的蚊蟲都能一吸入魂啦 並且機身在輕量化 手持使用更輕鬆 最棒的是它還內建了2200mAh的電池容量 讓我們出去旅遊 露營都能外出帶著使用 而且吸進去捕捉到的蚊蟲 有心靈上顧慮不想殺生的朋友 也能拿到戶外去放生 我覺得算是一台既乾淨又安全 還能顧忌心靈的捕蚊神隊友喔 也就是說我們使用吸霸捕捉到的蚊子 可以自己選擇要讓它終身漸進在裡面 或者是到外面去放生都可以 那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 莫過於它實際使用起來的效果 這個沒問題喔 再稍後會有實測的片段給大家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整體的外觀設計 以及功能操作的部分吧 首先看到它整體的外觀分成兩個結構 吸霸本體以及一支延長桿 我們平常的話可以單獨使用它 那如果遇到比較高或者是低角度的環境 就能像這樣子調整捕蚊仓的角度啦 再接上延長桿 調整整理的使用長度 這個長度比起一代提升了11.7公分 將近有一公尺的使用長度啊 以往停留在天花板的蚊子 我們都要拿個東西來丟 現在的話呢 直接使用吸霸來收服蚊子就可以啦 接著我們往上看到它的核心 也就是捕捉蚊蟲的結構 看起來是不是覺得很像 飛機機翼的渦輪啊 欸沒錯喔 它真的是使用渦輪氣流的方式 增加我們捕捉蚊蟲的成功率 像這樣子旋轉機身的環狀開關 就可以將吸霸啟動 並且機身前面的閘門也會同步打開啊 我們只要靠近蚊子 欸不需要太近喔 因為蚊子的身體非常的輕嘛 基本上只要有一點風吹吸力 就會被縫離帶著走 那這次二代吸霸的馬達又升級了 吸力算是一帶著兩倍啊 吸進去之後 基本上它是飛不出來的 也就是說如果要再繼續抓其他的蚊子 打開設備的狀態下 我們是不用擔心 已經抓到的蚊子會飛走 是可以連續使用它來吸蚊子沒問題 那我們看到它的後方 有個金屬網狀設計 它不是電蚊子那種電網喔 那這種電死蚊子的就很容易有燒焦的臭味 加上有電擊 使用起來也會有安全的顧慮 它這個金屬網 只是單純將蚊子阻擋著 這樣子蚊子被關在裡面就飛不出去啦 欸那有的朋友可能會想說 蚊子關在裡面又不會死掉怎麼辦 其實一般來說 大概放個一兩天它就會死掉 如果是細胞血再被關進去的話 最多也可能只有活個三天 那如果想要快速滅了它的話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方法 我們只要拿吹風機大概距離10到15公分 從後方向裡面吹進去 大概不到10秒蚊子就掰了 而且在裡面死掉的蚊蟲 我們也能非常輕鬆的取下機身 打開來讓它們倒掉清除 就不會像以往徒手打蚊子 我們的手會沾領到蚊蟲屍體 或者是噴霧殺蚊子 蚊子飛飛 暈死也會到處掉啊 所以吸霸這樣子的集中方式 我們使用起來會更乾淨更衛生喔 不過我相信有部分的使用者 是不忍心來殺生的 只是單純不想要讓蚊子來干擾我們 所以這也算是吸霸它的一個優點 我們使用吸霸所補足到的蚊子都是活體 被關在吸霸的捕蚊艙裡面 這時候就可以拿到戶外去放生 也能達到將室內環境蚊蟲清除的目的 這算是我到目前為止使用過多款捕蚊工具 唯一一款有將蚊子放生功能 非常的特別喔 那相信大家一定有遇過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我們晚上關燈要睡覺了 偏偏有一隻蚊子在耳邊嗡嗡嗡啊 要打又打不到 打開燈之後蚊子又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這時候吸霸的前面LED燈就能拍上用場了 在我們睡覺暗暗的環境下 啟動它會有光源吸引蚊子飛過來 只要稍微靠近一點就會被吸進去 或者我們也能拿著吸霸在一旁待命 等蚊子又飛到我們耳邊了 再暢暢的啟動吸霸面向耳朵 大概有一定的距離蚊子就會被吸進去 這個方式我真的屢試不爽啊 非常的有用喔 OK相信眼前的觀眾應該有發現 我手穿的這一隻是有電磁蓋 可以換電磁的版本 那剛剛前面還有提到有內建磁電磁 那我們充電增加續航力的 就要到官方最新的募資活動中預購啦 充電版本的話有內建2200mAh大電量 並且支援主流Type-C充電 充飽電之後可以連續使用約40分鐘 以我們每天抓5次來計算 大約可以使用3個月不需要再充電 超方便 並且充電版本的吸力更強啊 採用真空直線吸力 特殊歐流吸風設計 吸紋效果更顯著 想要有絕佳吸紋能力的朋友 非常推薦可以入手這次募資的 二代吸把手持吸重棒充電版本喔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打算替自己增購新的捕紋工具 不想要電擊的也不要有氣味 使用起來更安全的話呢 就非常推薦大家這一款 二代吸把手持吸重棒 經過實際使用一陣子 它加強的渦輪氣流吸紋 的確捕紋效果非常好 而且捕捉到的蚊蟲 死掉後不會到處散落 可以集中處理清掉 或是趁還沒死掉將它們放生 整體都給我有相當棒的 手持吸紋蟲使用體驗喔 那如果大家對於今天分享的 二代吸把手持吸紋棒 也有興趣的話呢 我將供方最新的優惠資訊放在我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點贊看看喔 OK那今天的影片就這邊結束 非常喜歡的收看 我覺得還不錯囉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